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非常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來上這個課 然後對自旋電子的這個技術做個簡介 老師本身也是在做自旋電子相關研究的實驗室 這是我們實驗室的一個LOGO 我是楊超堯 我現在是材料系的助理教授 實驗室主要在做所謂智能自旋電子 那這到底是什麼呢 以及說這個自圓電子好像是某一種很先進的科技 不妨我們把它講的簡單一點 其實我們在做的就是記憶體 那大家對這個所謂記憶體技術可能比較熟悉的部分 大致上就是說我能不能找到一個材料 或是說任何的這種科技的組合方式 能明確去定義1跟0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還是所謂的耳親為未原的一個電腦計算 有沒有材料是可以幫我們去定義1跟0 甚至就是說如果是做一個所謂的類比未原的話 那有沒有更多的這種類比未原的可能 那我們實驗室主要在做的方向大概大致上就兩種 一就是自旋電子學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呢我們會引入一個新的材料 大家早期可能對自旋電子的認識就是鐵磁性材料啊 中金屬 那我們實驗室著重在這個反鐵磁材料的這個應用跟分析上面 因為它夠複雜 如果我們要做一些先進的這個記憶體的應用 通常這個單純的材料已經不太好用了 所以我們會著重在一些這種自旋結構比較複雜的這個反鐵磁性材料 那另外一個部分呢就是現在比較新興的 就是二維材料這個能骨電子學的部分 這個自旋能骨呢它是在動量空間裡面的一個特性 那所以就是說10空間我看不到 可是在動量空間我是可以把這兩個自旋鈕解出來 所以對於這種二維材料來講 它本身也自帶這個所謂0跟1的訊息 只要你可以把它區分開來的話就可以應用 好所以今天演講的主題大致上就是 我們一開始會先對自旋電子啊 對mRAN 這個磁組是隨機存取記憶體呢做一個簡介 大概這樣子講就是說自旋電子跟這個mRAN 它的這個相對關係是什麼 那第二個部分呢講到就是說 那反鐵磁 以反鐵磁為主的這個自旋電子元件 它有什麼特性啊怎麼應用 那最後就是我們實驗室目前的一些就是研究成果 那當然就是對未來有些展望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什麼是自旋電子學好了 各位同學可能 從國高中開始可能就有接觸電吧 對電來講 那這個電的概念呢大家可能都知道說 我們在研究電子啊 或是說一些基本代電粒子 它都會有一個基本的電荷 -1.06乘以10的-19乘方庫倫 這是一個電子自帶的一個基本電荷的量 那我們在過去這一段時間 應用非常廣的電子元件呢 基本上就是利用電子帶電荷的這個自由度 去做應用 包含這個電流過電阻 有可能有熱效應 或是說電阻 它就可以拿來 比如說像你有一些這個元件 它有這個組織的問題 那像電容 電容器它可以存電 那像二極體 主要有點像它功能有點像是一個電流的過濾器 一個過濾器就是它只會允許單向的電流 那當然還有這個所謂BJT 這個一種電晶體 還有就是MOS 這個金氧半的廠效電晶體 那過去的這些電子元件 絕大部分都是在用電的這個自由度 就帶電量 那什麼是自旋電子旋 如果大家在學過這個 高中有學過這個電子主態 那大家可能不難想像就是電子其實是帶自旋的 就是說它有這個所謂1-2跟-1-2的這兩個狀態 就所謂自旋向上 spin up 跟 spin down 那所以自旋電子學的意思 spintronics 它的概念就是說 怎麼樣把spin 結合已有的spintronics 它是一個新興的一個名詞 那所以它跟早期的電子學元件 它最大的不同點是 欸 早期我們在應用電子元件的時候 電子它就只有帶負電這個特徵而已 所以如果在通電的過程中 它是不帶任何訊息的 可是如果今天我是把電子自旋的這個自由度把它給引進來之後呢 大家就發現 我今天電子一樣在導電 可是這個電流可能就會有所謂自旋向上支援向下的問題的時候 欸 那這個傳導的過程中它就帶訊息 就可以把它想像成就是它自帶0跟1的差別 那應用在自旋電子元件最重要的一個材料的引路就是所謂的鐵磁性材料 因為鐵磁性材料它就是本質帶有磁矩 電子在經過帶有磁矩的材料的時候 它就會被激化 就會帶比如說自旋向上或自旋向下的這個激化出現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磁性材料它的一個特性好了 磁性材料通常我們會去研究它就是利用這個所謂的磁場 對磁化量的這個關係去做圖 它通常也是因為是量測而得的這樣子 那這樣的量測之後我們可以看一下 一般一個在磁化前的材料它是一個沒有淨磁矩的狀態 磁場為零磁矩為零的狀態 當我今天施加一個正向的磁場 這個材料開始磁化走到這個軌跡 然後會發現有一個磁場大小會讓所有材料裡面的磁矩 會往同一個方向去排列 那在這個情況下我們就會說 這個材料已經達到飽和了 那這個時候的磁化量我們稱為飽和磁化量 那這是一個磁性材料所謂磁性大或小 強跟弱的一個特徵 那飽和之後我要讓它有些改變那怎麼辦 我磁場可以反向 反向回到零的時候 如果這個材料在施加磁場回到零場的狀態 就是你把磁場關掉了 那它還有殘餘的磁化量 那我們稱為這個狀態叫殘磁 叫殘餘磁化量 那殘餘磁化量的出現 也就是為什麼我們磁鐵可以吸在冰箱上面的一個原因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拿一個磁鐵 你把冰箱上一放 為什麼它會吸住呢 就是因為這個材料它是帶有殘磁的 那這也是鐵磁性材料的一個特色 那隨著磁場再慢慢的變小到另外一個方向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個它會有一個瞬間 磁矩是等於零 這個會等於零 那它的意思就是什麼 就是 我原本從大家的磁矩都是向右邊看 那我今天要把它翻到左邊的過程中 對不對 有點像讓大家全部向左看 那這個時候你需要給一個反向的磁場 去把它給 就是部分的翻轉 翻到一個就是一半向左一半向右的狀態 那這個時候這個磁場我們就稱為叫做corsive feel 就叫做腳丸磁場 因為大家原本都向右看嘛 非常頑劣 頑劣分子 我今天要把它矯正過來 矯正向左看 要需要多大的磁場 那這個磁場就叫做腳丸磁場 那所以過了腳丸磁場之後 這個曲線會繼續向左 你會得到一個就是向左的飽和磁化量 那剩下的軌跡呢 所有的行為就跟向正的一樣 所以我們一般的磁矩曲線是就是對稱的 因為它磁矩上上向下翻 它其實基本上是不會有任何的就是差異性 那磁性材料早期在磁性記憶體的應用是什麼呢 就是大家可以去想想看 就是說我們以前早期這個硬碟 硬碟機裡面 其實你可以發現為什麼以前我們有可以去讀0跟1呢 就是你可以把它想像成就是在這個硬碟上面呢 有很多這個磁性材料 有小顆粒 非常小的顆粒 那如果我說我今天用這個電子顯微鏡去拍攝的話 大家會看到 哇這上面好多一顆一顆密密麻麻的磁性材料 那每個磁性材料因為它是帶南北極 就是有磁矩向上跟向下的差異 所以如果我把它用成磁力顯微鏡去分析的話 大家會發現哇這上面其實就是亮岸的分布 這個亮岸分布就代表它是南極北極 南極北極 那就是幫助我們去定義記憶體的0跟1這樣子 所以磁性材料早期的應用呢 就是記憶體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環 因為它可以幫助我們本質上面去定義0跟1 那磁性材料因為有殘磁的這件事情呢 會讓它在你把資訊寫入之後 好比方說我要這個小顆粒呢是0 但你不通電不給外加的干擾情況下 它這個狀態是可以維持住的 所以磁性記憶體它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特徵 就是它有所謂的非揮發性特性 非揮發性特性就是說 當你把它寫入這個資訊之後呢 其實你不用再去對它做什麼改變 或去想辦法維持它 它的狀態一樣可以是被維持的 所以當你寫入之後你就不用再浪費能量 去維持它的狀態 所以這個性質就叫非揮發性 那磁性材料很好用沒錯啊 怎麼用呢 那就是說怎麼樣跟電的東西結合 那就要靠這兩位就是 老先生 兩位非常非常得高望重的教授 他們當初在2007年的諾貝爾物理獎得獎作品 就是一個這所謂的鋸齒主效應 鋸齒法 這個自選法 它的原理呢大致上就是一個 鐵個鐵個鐵的這個多層膜結構 一開始它會是 這個鐵的磁矩會是反平行排列 在這個情況下呢 它在垂直方向如果量它的電阻的話 它會發現量到一個非常非常高的阻值 但是如果今天施加了一個磁場 讓這些磁矩全部都向右排列 你會發現這個阻值會掉下來 所以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現象 它有點像你在就是控制磁矩的 有點像是一個開關 反平行是高阻態 平行態也是低阻態 那這樣的話在這個原件裡面 你就可以用磁性材料去達成一個所謂的0跟1 而且它是從電的反應裡面去做反應的 所以這個現象呢也讓就是磁性材料 可以加入了這個記憶體的一個大家庭這樣子 所以如果我們真的要用集合來去形容就是說 磁性材料到底對自選電子的貢獻 或對磁記憶體的貢獻呢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 這個集合叫做磁性材料 磁性材料的應用其實非常非常多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自選電子其實是在磁性材料裡面一個 我覺得算是滿 以現在來講是一個不小的分支 自選電子學 就是怎麼樣把磁性材料結合原件 原件的技術 那最後當然要很應用的部分 就是磁記憶體了 所以它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集合關係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M2的概念是什麼 我今天要做一個好的記憶體 那大致上有一個很重要的三元素 第一個就是 資訊寫好的時候要能夠存 存的時候需要的時候 就可以把它讀出來 在讀完之後 如果你需要複寫 你需要再做計算 尤其是記憶體 我們可以拿來做計算的 你要能夠反覆的去寫入 所以記憶體的科技 大致上就是圍著這三件事在轉 那對儲存來講 現在對所有固態元件來講 都是希望至少可以存十年以上 不會壞掉 那對讀取來講 大家就希望這個0跟1的差異要大 所以才不會誤判誤讀 對於寫入來講 現在半導體科技的寫入 我對記憶體的寫入 通常都是用電 那在電寫入的狀態 能不能降低它的寫入電流很重要 這是為什麼 這個所謂的科技可以 所謂節能的原因 除此之外 這是傳統磁記憶體的三角關係 重要的鐵三角 可是近期的這個 M-RAM的技術 大致上focus在這個 就是有一個大的集合把它包起來 就是說除了這三件事情外 有沒有其他的bonus 有沒有其他的可能的 這個所謂先進的應用的可能 那我們實驗室大致上 目前就是在朝著這個方向去邁進 就是說它的應用的面向是什麼 所以我們再回顧一下 這個我們早期在說 M-RAM的眼鏡 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 我們可以看到 早期所謂磁場寫入的M-RAM 到現在近期用STT技術寫入的M-RAM 到未來有可能實現的SOT M-RAM 它的這個進程 其實基本上它的發展 其實都被寫入技術的突破 來定義 所以其實從第二代到第三代 大家可以想像到 它是一個寫入技術的改變 所以寫入技術到底差在哪裡呢 那我們簡單用這張圖 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一個SOT M-RAM的基本結構 它需要有一個會產生 所謂自旋流的一個重金屬層 它可能是某一種材料 它不一定是重金屬 上面是一個鐵磁層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重金層層它主要功能 它是產生這個所謂自旋流 就是電荷流進入之後 它的垂直方向會產生 所謂自旋流這個現象 我們叫自旋貨的效應 上面的鐵磁層就是拿來做定義 0跟1被拿來翻轉的 所以我們只要用這個卡通來看的話 它的寫入是什麼一回事 就是如果這個方向通入自旋流 我們叫做寫入1 這個是北極會翻向上 那如果電流是從左邊來 它就會寫入這個南極 寫入0的狀態 那我們就可以去定義0跟1 這個重金層層它可以產生 自旋流的有很多種 包含就是一般重金層 或有一些研究物理的人 他喜歡研究透普絕緣體 或二維材料 甚至是一些功能性氧化物 都是有機會可以實現的一個特色 那SOT 看起來好像很厲害 就是說有間通電流變自旋流 自旋流可以翻鐵磁層磁矩的過程中 它有一些問題是要克服的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回到上一頁好了 其實剛剛沒有講到一點就是說 這個現在SOT 寫入的這個過程中 所以我們還是需要有一個小小的外加磁場 HX 這個東西是需要存在 就是它可以很小沒關係 但它必要存在 那這個東西的存在就很頭痛啦 因為你今天在設計晶片 在設計晶液體的時候 你不可能就是隨時隨地給它一個磁場 這很麻煩 所以對SOT M-REN 來講 它有一個重要議題就是 它可不可以所謂臨場版 Feel free 第二個呢 就是它的critical current還是太大 比起現在的STT M-REN 來講 它的寫入電流還是偏大 所以能不能降低寫入電流 那第三個就是說 那有沒有bonus 那我們實驗室近期的研究 大致上就是著重在bonus上面 就是說我們發現了 SOT M-REN 它有一些所謂易主器的特色 我們等一下會介紹 還有就是所謂混沌性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說 如果這是一個寫入的流程 寫入的流程 混沌未原的意思就是說 我所有的這個訊息的輸出 它是不可預期的 就是說我給一樣的刺激 給一樣的寫入電流 但是你會輸出的這個組織 可能輸出的這個訊號 你是沒有辦法預期的 我們這稱為叫做混沌未原 那另外一個是你每一個輸出的 這個磁舉的這個狀態 你都可以well control 我們這叫做它是一個易主器 它可以記憶住它的組織這樣 那傳統對記憶體來講 易主器是好的 因為你可以有效的控制 以前大家就覺得這個混沌未原 是一個就是所謂失憶體 它不是記憶體 爛 幾乎沒得用 那我們實驗室目前等一下會跟大家介紹就是說 那這樣的混沌未原也可以怎麼用 所以這是我們近期的一些實驗成果 就是說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剛剛易主器跟混沌未原 它到底差在哪裡 我們就看這個好了 它是一個反覆讀寫的一個電流血路的模組 就是說你可以想 我給特定電流之後 這個磁印材料應該要到達某一個狀態 像這個每一個中間態都可以非常非常精確的控制 我們就認為它為易主器 那像這個呢 比如說我都給一樣的脈衝電流血路 你會發現這個輸出跳來跳去 我根本沒有辦法去掌握的 我們就叫它是一個混沌未原 易主器的好處是什麼呢 如果大家有對這個類神經元 這個計算有一點概念的話 就是說 我們的神經在做計算 就是說資訊在傳導的過程中 是透過這個突出 它會把每一個刺激 做不同的比重 不同的權重分配 然後最後你就可以得到一個 輸出一個事件 所以這個過程中 你可以去調整這個事件的比重 那對固態元件上面來講 我們就希望 如果我今天有一個這個元件 它是易主器 這個易主器它有這個中間很多多解 那我就可以對不同的刺激 去做權重分配 那這也是為什麼 現在固態元件要做成這個 類神經元計算的這個模組 非常非常的困難 因為我要找到一個本質的易主器 然後可以讓它有效的使用 這是非常難的 那為什麼我們要引入反鐵詞呢 因為反鐵詞它的好處是它夠亂 所以簡單來講 早期的反鐵詞大家會想到 就是這兩個詞舉 反平性的 互相互抵消 反鐵詞的故事結束 但目前的反鐵詞 越來越多 有早期的這種貢獻性的反鐵詞 有這種非貢獻性的反鐵詞 它是個平面的 就是它的這個詞舉是 散在平面上面 但是整體看起來是微零 那甚至有這種超複雜的 這是立體的 有這種四面體的 也有這種散狀的 所以反鐵詞的種類越來越多 那反鐵詞的概念就是 它有spin的order 但它沒有進詞舉的 我們就可以稱為它反鐵詞 那我們主要就是著重在這種 非貢獻性 非貢平面的反鐵詞 因為它夠亂 夠亂的話 它就有很多可以 就是類似神經的一些特性 因為我們自己本身的 這個神經位是非常非常亂的 那我們主要的概念就是 把一個鐵詞材料 跟一個反鐵詞材料結合 透過它的中間有一個交互偶爾現象 叫做exchange bias 前面我們有講到 詞詞曲線正常來講是中心對稱 它是以零為中心然後對稱 那在引入反鐵詞之後 我們就會看到一個現象 詞詞曲線通常會偏一邊 這個細節我就不講 大致上就是 跟這個反鐵詞的強度有關 所以exchange bias 就是這個詞詞曲線偏移的這個大小 這個磁場的大小量 大致上可以對應到 反鐵詞的強弱這樣子 所以這是我們在實驗上的一個變因 好那我們就開始介紹一下 我們實驗室目前的一些 這個研究成果好了 包含就是 在一個鐵詞 鐵詞 反鐵詞的一個 這個自選軌道局的這個系統 好那我們就發現了 在一個exchange bias 不大不小的這個情況下呢 它量出來的這個詞曲的翻轉 就是所謂寫入的這個狀況 就是說詞曲從上翻到下 是一個所謂的數位式的翻轉 就是0跟1 可是翻回去的時候呢 會有所謂的類比 這個就是多階的現象 那這也是一個易主器的特徵 好那這是我們發現 在一個這個交互偏壓 這個鐵詞反鐵詞交互偶合 在不大不小的時候 會看到一個神奇的現象 就所謂的數位類比二象性 這個在傳統這個記憶體上面 是看不到的幾乎不可能 但我們就透過這個鐵詞 反鐵詞之間的這個層間偶合 可以達成這件事情 好那這個數位類比二象性呢 它也可以成功的去模仿 就是這個神經衛視啊 這個化學衛視 所以我們可以拿去做一些這個類神經的應用 這是主要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我們剛剛講到 如果這個交互偶合 是不大不小的狀態 那如果它很大 那它很小呢 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們就是用這個 所謂Extreme Bias 持交互偏壓 做一個調控的變因 我們去看一下 那這個Extreme Bias很大跟很小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 在我們的研究中就發現了 當如果Extreme Bias很大的時候呢 這個材料就會接近是一個液滋器 它很小的時候 會接近是一個混沌位元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液滋器 它可以幹嘛 這個液滋器很好玩 它每一個這個 像這個多接的這個翻轉呢 它其實就代表了一個 神經的一個活化函數 你可以把它想像是可以調圈軸 那我們現在的研究顯示的就是說 這個曲線是可以被訓練的 我可以透過一些電流的特定的模組 去把這個曲線訓練向左向右 那這個曲線可以很陡 可以很斜 那這樣就可以去模擬各種不一樣的神經 因為它有不同的反應 那就可以去做不同的應用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就是這個所謂 隨機性的這個問題 這隨機性它就是跳來跳去 有變化有震動 然後你沒有辦法預期它應該長什麼樣子 那所以早期這種東西是沒有辦法用的 只是我們實驗室 目前的一個研究方向就是說 那如果有一種應用是 我根本就不需要知道 我不需要控制它 我就讓它隨機跑 那可不可以呢 那我們就demo了一個 這所謂的亂數產生器 就說反正訊號跳上跳下 那我就畫一個判斷線 反正它跳上我就定義為1 跳下就定義為0 這樣一直給一樣的刺激 一樣給一樣的刺激 就發現每次輸出會不一樣 所以我們就可以很成功的去製造一個 這所謂的亂數條 亂數產生器 那這也是這個所謂的混沌性 帶來給我們的一個有可能的應用這樣子 那這是我們經過幾次 產生的這個亂數產生器的條碼 大家可以看到 這非常非常有趣的是 這個黑色跟白色的比例大概是1比1 所以我們就是非常非常完美的一個 就是隨機性 那第二個呢 是這三個亂數條 看起來沒有特定的一個pattern 沒有一個特定的這個圖樣 那就代表說 這個亂數是不可被預期的 所以這非常非常有趣 那我們最近的發現也看到就是說 我今天在做SOT M-RAM 我單純改變那個 一開始說過 可以很小 但它必要的那個小磁場的時候 我可以發現 這個隨機性會跑出來 這個小磁場的時候 隨機性會跑出來 大磁場的時候會收斂 所以我們直接看這張圖好了 隨著這個磁場的變化 我們會發現這個隨機性 可以從發散的狀態變成收斂 所以意思就是說 這個磁場可以在材料這個原件裡面 變成是一個溢阻器 換混沌位元的一個這個trigger 所以它的應用非常非常廣 那我們當然也在做一些就是 這個所謂亂數產生 真的亂數產生器的應用 包含就是說 有一個成功亂數產生器 必須要有一個真正的entropy source 就是它本身是一個亂源 真的是亂源 第二個是一個artificial的 Sudo-Rendered Number Generator 這個是可以用軟體去控制的 最後把這兩個功能結合起來 就可以形成一個真的亂數序列 所以我們的這個原件 本身它可以做一個提供亂源的角色 你看 我每一次輸入它都是非常非常亂的 搭配一個這個所謂人造的 Sudo-Rendered Number Generator 它可以把它結合在一起 最後一樣可以就是製造出一個 這個所謂的亂數array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特質 那我今天的演講 大致上就是 大概就是分享到這邊 那主要就是一開始我們講到了 就是說什麼是自旋電子學 什麼是mRAN 那mRAN現在結合反鐵詞材料 反鐵詞材料本身夠亂 所以它有讓這個系統有更多的可能 所謂的塑性 那最後第三個部分就是講到 我們這個實驗室的近期的一些研究成果 包含就是它要是易主器的話 它的這個易主性是可以被訓練的 那如果它是一個亂數產生器的話 這個亂數產生器夠亂 這個就可以有的應用這樣子 所以今天的演講感謝就是 包含這個國課會的計畫 那還有就是陽門交通大學的這個 補助跟同步輻射的中心 好這是我們實驗室的成員照 謝謝大家